有雪月城的盟友啊 剑心种 放心啦 到了剑心种就安全了 明轩师兄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来剑心种犯点事 刚到不久 就看到天上忽然乍响了那支千诚令 有资格拥有千诚令的人可不多啊 我就急忙大人赶过去了 没想到却是你们 哎 雷伍姐 你不是去雷家了吗 怎么跑这儿来了 这 可是一言难尽啊 师兄 你来剑心种是有什么任务吗 没什么任务 只是我看那仙人六波局 悟出了几分门道 似乎和剑有关 老女人手上就一柄狭影剑 也不肯给我 她说自己和剑心种老爷子 是旧相识 帮我求了几瓶 让我自己来取 剑心种老爷子 就是剑心种掌门 老爷子 您来了 客人呢 再店店休息 晚辈 见过剑心种掌门 信上说要求剑的洛霞仙子的弟子是谁 在下洛明轩 正是洛霞仙子的弟子 你的剑老朽已经住好了 一会儿你便随我去剑壳取剑 那就谢过老爷子了 至于你看着很眼熟啊 我 我 定于许久不见了 老爷子 您认识这把剑 定于观学 望花闻风 风雅四剑本就是我年轻时所诸 我自然认识 风雅四剑是前辈所诸 风雅四剑是前辈所诸 那前辈您是 李酥王 可您不是 死了吗 你 你才死了 我不过是二三十年 没在江湖上露过脸罢了 谁说我死了 我 外公 孙儿雷雾姐不孝 见过外公 剑术有成便不算不孝 得了亭玉剑 你见过你姐了 好 你姐才是真的不孝 明知道我一个老头子 在这剑心中里孤苦伶仃的 也不来陪我 你说 我又没非逼着他来当着种主 他这么怕我干嘛 这兵听语剑 就当是惩罚 我没收了 外公 这 外公送你一兵更好的